嗨 嗨 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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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妮妮 因為今天我們非常榮幸 Levis邀請到你來擔任我們的一日店長 既然要講到一日店長 平常是怎麼樣的穿衣風格呢 我平常私底下的穿衣風格 跟Levis就非常的契合 因為我也是一個比較休閒的人 然後我很喜歡格子襯衫 格子襯衫 所以今天就選擇穿了一件格子襯衫 好 以後大家都要穿格子襯衫 大家說好不好 這件是最近很流行的boyfriend風 boyfriend風可是又有一點點不一樣對不對 對 因為像前幾年大家都說 要偷穿男朋友的牛仔褲 其實這就是boyfriend的牛仔褲 但是今年Levis把它改良款了 叫boyfriend skinny skinny 是比較緊身一點的感覺嗎 對 因為緊身不是都很強調 要自己的曲線嗎 可能有鬆垮的自然感 又鬆垮又帶有線條對不對 對 但是到下面一點 可能到腳踝這裡就變漱口 就可以強調女生腳踝的性感 所以像今天呢 配上一雙非常超級高的高跟鞋 就可以中和掉那種男生 然後跟女生的那種衝衝 差距是不是 是 女妮的身材這麼好 穿起來當然好看 可是如果我們像主持人一樣 是個小矮人 怎麼樣呢 可以穿得跟我們的女妮一樣好看 我們今天是不是有剛好邀請 幸運的兩位朋友 對 我覺得男生就是非常典型的台灣男孩 就是穿得非常簡約 他的褲子呢 就是我們Levi's最經典的款 是501款 經典501款 對 而且501呢 今年已經滿140歲了 140歲了 哇 140年來的歷史代表真的非常的悠久 大家最喜歡對不對 而且他真的就是地久不敗款 你今年買了一件 十年後你還是可以穿 而且我覺得Levi's牛仔褲 就是越穿越有味道 我們會流傳到240年340年 這一件褲子可以穿一輩子 可以穿給下一代 只要那個尺寸是合的話 因為其實牛仔褲本來就是 越穿越喜會 越有自己的味道 那這一件呢 我們就是利用501 就是Levi's最經典款搭配出來 其實我有點私心 因為這就是我自己 最喜歡的一種穿搭方式 是 因為呢 其實夏天到了嘛 然後但是現在有一點 早上會很熱 因為出太陽 沒錯 晚上可能又會有一點冷 所以我就幫他配了 其實裡面很性感喔 有沒有 小肉相煎是不是 小肉相煎 而且他的設計就是讓你可以在這裡 打一個結線 女生有時候露一下肚脊啊 或者是肚子這一塊 會覺得很性感 而且我們不要露太多 對不對 热影若現 哇Levi's這一次 有這麼有心機的想法 沒錯 很隱隱約約的 然後這件罩衫呢 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我自己私服也有這一件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方便 就是 很隨性 不管你裡面配什麼 像我今天是幫他配背心 但有時候我自己也會配襯衫啊 也是可以 或者是配T恤啊 都可以 然後像有時候你覺得很冷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把它脫下來 然後用在脖子上把它當成圍巾 其實也是另外一種率性的隨性風 最後呢 請妳跟大家簡單的說幾句話之後 我們就先進行媒體聯法的部分 有什麼還要跟大家來做補充的嗎 好 因為今天呢 其實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只開放五十個名 其實我覺得滿可惜的 所以剛剛在休息的時候 我簽了一碟海報 那我不知道這海報到底有幾張 但是真的滿厚的 簽了一碟海報 跟你們報告一下 兩百多張 兩百是不是 手都要斷了 兩百張 所以希望今天有來的朋友 希望都可以拿到 然後在這兩百張的海報裡面 我有偷偷塞了一個小驚喜 不知道是哪一個幸運的觀眾朋友們 會拿到的小驚喜 好 連主持人都不知道 對 因為我剛剛調皮的寫了一些字 是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會是誰拿到 不過就是 希望你會喜歡我在上面留的言 好 到底好 這邊 正前方 正前方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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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